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点是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为教会中的关系及各幕区祷告 主题经文是以赛亚书58章11-12节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以方会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雷带的根基 你必成为捕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 为晨光教会 赦清墓区祷告 现在让我们花一把 江山一座 在干旱之地的根基 那是三个花销 在强大的还有一个花销 春日小鸟 春日小鸟 花一番 春日小鸟 云花一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爸父 我感谢你 你是眷顾成光社亲的神 愿你祝福每一个社亲 常常来等候你 亲近你 要像浇灌的园子 结出许多的果子 祝福社亲 结出彼此饶恕 彼此接纳的果子 要起来修造方会之处 要建立被拆毁的根基 祝福社亲成为其他牧区的榜样 祝社亲每一个人都进入你 为我们预备了婚姻 也使我们成为我们孩子们的榜样 一起建立属天的根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最后 我们以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